非常激动,十年又十年终于走到这一步 这是我们欠了国家二十多年的限制责任 我很高兴这一届的政府有这个决心破例 把这个条例提到立法会 3月19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票通过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程序完成 这对于曾经是香港首位女性保安局局长 如今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委员的 叶刘淑仪来说,可谓是百感交集 在2002年,她曾经极力推动23条立法 但最终未能成功 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不足 我们去听意见是非常诚意的 去听意见,但是坠入了一些限制 原来不是真心来听意见 只是利用你去解释的机会 恶意的把条文磨弃 提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 使市民惊慌起来 变得越咨询就越多问题 这次的立法工作 政府是1月底发表一份非常详尽的咨询文件 收到一万三千份意见 绝大部分超过98%都是支持的 然后很快就把条文拿出来 就是这个维护国家条例草案 那么我们不停地一连七天的八个小时 在立法会开会就提出了超过一千条问题 每一条中英语都需要很小心的审议 无论是条文的字眼上或者是实质的内容 这个罪行的涵盖方面有什么需要修订的地方 还有我们也代表市民有些问题要请教官员 这是完全符合普通法立法的规矩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释放了一国两制的运作 当年因推动23条立法 一流疏疑遭受了许多不怀好意的攻击 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尽管如此 她却从没有真正放弃过 当年很媒体 有些恶劣的媒体 给了我一些很难听的名字 叫我什么扫把头 包括年我的女儿有风机 叫她小小小扫把 我在外国的时候就不断研究 当年为什么失败 这就是推动我回来的最大的动力 在此次立法工作中 叶刘淑仪和其他议员汲取过去的教训 对公众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条文 答疑解惑 她感到如今的民意 对于23条立法更加支持 2014年的事情 2019年的黑豹 还有最近几件国安大案 在我们法庭审讯 你看到真的有非常恐怖的 本土恐怖行为 也有证人说 准备大量的资金 全不知哪里来的 去外国去唱衰香港 去买广告 也跟很多外国的政治人物 有很多的交往配合 都是市民都看得出来的 上些人士都是对我说 希望尽快完成立法 让特区政府 以及我们都可以 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政经济 改善民生方面 一般老百姓 都没有过去的恐惧 关注没有 23条立法工作走到今天 对叶刘淑仪来说 是夙愿得偿 的确是我的执念 我希望立法之后 我们真的可以 大力地聘经济 推动经济转型 而且也重新建立 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交流的平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